我有四张图片了嘛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回到这个Kizou 然后来去做加入Foto的事情 首先如果您不喜欢看这个英文的界面 那右上角这边我们就先切换好了 这边English 然后United States 不是我们的意思是United States 然后这边可以往下来去切换 有看到华文吗 华文也是简体的 就是我们把它设为中文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它在这边它都是简体字 可是至少你可能会觉得比较亲切一点 那第一个是不是添加照片 就是关于我的 好然后接下来首先我们就可以把照片放进来或者是视频放进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可以把界面切换变成华文 接下来是不是就点添加照片 点选添加照片要选什么 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刚刚我做好的四张图片放在低磁碟机 然后YouTube将LINE的课程里面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然后接下来这四张嘛 通常可以请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选Ctrl加A的时候呢 是可以把这四张图片全部选举起来 就是用快速键Ctrl加A 好来去全选 接下来就点选开启旧档 它就要先把这四张图片全部上传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第一张图片 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 好所以我们先做快速做影片 第一个步骤是不是先把照片放上去 那就请你们先暂时做到这边好不好 因为等一下我是想要制作幻灯片 好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